第一个,如果你在Visual Basic里面,上面一个执行,这样也可以启动起来 不过,如果你要在Excel里面,那你不可能说叫使用者自己把VBA打开,自己在这边执行 当然不可能,所以你需要怎么样,一个按钮,在这边可能叫启动表单 那不过特别注意,如果你要增加一个按钮的话,一样嘛,你要先怎么样 先产生一个Sub,所以呢,这个时候请你切回到模组 在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程序名称也许叫启动表单,然后呢,这个表单的话呢,就把它给启动起来 可以按个确定,那这个时候当然这个表单,这个启动表单,那表单的名称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给一个名称嘛,那个名称叫HOME,所以你打一个HOME HOME什么呢?点 这个时候特别说,你点下去一定要有清单,如果没有清单表示,你可能那个名称不叫HOME 因为之前还有同学,没有改,忘了改,还是User Phone 1 就他奇怪,怎么都没办法启动,原来是名称没改 打一个称,HOME.show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那其实就这一行而已 那如果说你做完之后呢,并且在这边,假如说我再多用复制贴上好了 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按右键,启动表单这边就有了 把这个改一下,改成要启动表单,好,按下它 这个时候就启动,OK,就一个HOME.show而已啦 当那个HOME按下去嘛,那执行那个启动表单的sub,HOME.show,这个就show出来了 OK,好,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前面有,之前有同学问过说 那除了说从这边启动之外,因为明明你已经有按钮在这里啦 不过有些使用者他还是不知道,该按哪里,看半天,明明这里就启动表单 他就是不知道,还问你,问半天,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希望怎么样,当这个eSale启动的时候 也顺便把表单给启动起来,就是他跟着eSale启动,就启动的话 其实你可以写在哪里,刚刚有写过,工作部被打开的时候 打开是一个事件,那当然我们刚才有执行这个,你可以在底下再多写一行 写什么呢,写一个什么,HOME.show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等一下重新再开启它的话 HOME.show,OK,那它就会怎么样,当那个eSale打开 那个,有没有,表单自动就跳出来了 OK,所以这里的话呢,特别注意就是,HOME.show 它会自动起,不过因为这个可能要关掉重开了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第二种的启动方式在这里 HOME.show 好,第三个再来,我们已经把那个表单给启动了 不过呢,现在它没有任何的作用 为什么,你现在输入完就按确定它不会理你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背后还没写对应的程式 所以接下来呢,你要写程式之前,你要了解你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好,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需要怎么样,知道几件事,第一个 我应该把这四个东西的内容写在哪里 那哪里有一个变数,就是怎么样 你必须知道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那你要写在哪,最下面一列怎么样 再把它怎么样,加1 那就是你要写的位置 那我知道它的列的位置 第二个呢,这个写在A栏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Sales 哪一列的A栏 这个写在B栏 这个写C,这个写D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撰写 撰写这个程式 接下来呢,你会启动之后 如果你要撰写程式的话呢 记得直接把这个HOME一样打开 那因为它是类似有点像事件驱动 当我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程式写在这里 因为你要填这四个完之后 按一下它,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这个时候呢 它会自动在这边 帮你显示什么,一个SUB 那这个SUB名称叫什么 CommandButton1 指的就是那个命令按钮 底线,后面有个Click Click就是事件 当你点它一下 它会执行底下的程式 诶,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你可以这样 一,我希望知道 嗯,那个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那你可以这样 R等于最下面的位置 那我可以怎么样 由那个Range 一样嘛 Range A2去侦测 然后呢,侦测到最下面的那一个列 但是呢,我不是要这个列 我要加1才对 R的话呢,必须要加1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加1的话呢 它就会又把它盖到那个最下面一列 所以加1就表示第八列开始 那我要做什么呢 把那个HOME 这个里面放的东西 帮我填到这里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呢 其实预设值就是Test Part 1 不过你可能要看一下喔 如果你有重新 deleted掉重来的话 它可能那个不叫Test 1 Test Part 1 那这个是2,3,4 如果你没改过的话 如果你有改过 请你把它改1,2,3,4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把这里面的东西放到这里 那程式怎么写呢 我前面有讲过了 就是后面的东西写到前面去 那写到哪里呢 先把写到哪里先写在前面 Sales R列的哪一栏呢 A栏 有没有 就是姓名那一栏 指的就是现在这个储存格 等于什么呢 就是Test Box 没有区分大小姐 点什么Test 里面的文字就点Test OK 它就会帮你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东西 丢到这里 以此类推 后面还有什么呢 后面还有B栏的东西 CD 对 然后你就分别把这个改一下 把这个改成B 改成C 改成D 那这边改成2 3 4 好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子应该OK啊 不过你这第一次你不要那个打一些 防呆 就是没有防呆的东西 所以我打一个A A 然后这边打一个85 Enter 90 Enter 65 好 Enter它会跳到这个 你就按一个确定 它会输出呢 试试看 试料输出过去 ok 那当然还没完成 因为我们 第二个还要怎么样 帮它算完这三个 那这三个怎么算呢 基本上 其实逻辑上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Enter一下 反正就是在来就是 D做完了之后 再来做什么 E F G 所以呢,裡面的東西要放什麼,我們就把這個拖拉過來,Ctrl鍵按住,把這邊改成1 那裡面的東西就是把234,234裡面的資料怎麼樣,把它相加,對不對,除以3嘛,平均嘛 這個是平均成績,那平均成績我就是什麼,相加除以3就好了 但是我要取到小數點第一位,所以外面再包一個Round,所以寫法的話,我習慣上是把2裡面的資料,加上什麼呢 再複製一個好了,因為這樣,再來改它的那個,這個是第二個嘛,因為第一個是姓名嘛,第三個,這邊是第四個 把它相加之後呢,加完之後呢,除以多少,除以3嘛,OK 不過再別注意,因為這裡面放的是文字,文字加文字再加文字,比如說這個是50,60,70 它會變成什麼,50,50,60,70,它會串在一起 所以這個地方,你必須要先把文字轉成什麼,轉成數字 所以轉換的函數,特別注意,這邊會有一個什麼呢,Cint 這個Cint,是幫你把後面的東西,由文字轉換成int C的話,應該就是有點像Change它的那個Data Type 把它改變成整數,再來加 如果你不加這個的話,變成說用文字去串 那串完之後呢,它不會計算,會變成全部串一起,那就沒辦法計算 所以可能你這個文字,在計算之前,可能要先做一個轉型 如果你沒有轉型,算出來結果會怪怪的,好 再來外面呢,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的話 再利用Round,Round,前刮弧 移到最後面,夠點,第一位 這樣的話呢,就會剛好是什麼 取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那再來的話,我們後面還有一個 去,再來就是什麼 做完這個就平均,平均完這個算合格不合格跟那個多重 所以最後應該到這裡差不多 我看這個,我把它再執行一下 如果我在BBB Enter 輸入 OK,確定 有沒有,這邊平均,而且到小數點的第一位了 那等一下再來看這兩個,其實這兩個也非常簡單 可以用呼叫我們之前寫過的函數 就可以產生結果了 那我想請各位先試到這裡好了 那最後的結果 其實雲端上也有了 所以你們可以,最好是自己打打看 如果不行的話呢,再到那個程式碼裡面 這邊,這邊就有了 我們剛剛是講到這邊 新增資料 OK,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跟你們的細節 另一邊 是不是 可能 不用叫 趙 不急 發磨